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千里 对 而且在下路高地的那一波团队当中 又是他的闪现加R 成功收掉两人 带着跟上一记W 成功收掉黄子 然后一波带走 我发现我们解说嘴好黑啊 对吗 这前面还在说小放杰这三季表现不好 是你嘴 你不要 就莫名其妙 我们解说嘴好黑 我 我当时说的时候 你也没有反驳我 作为搭档 我肯定是顺着你说的 好 那现在你说这场比赛谁赢 这场比赛 跟我刚才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皇族战队对吧 还是很厉害的 说话太圆滑了 不是 是这样的 皇族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最大的失误就是那一波音赛可绝对可以打 但是队友明显感觉到一点 你知道什么吗 队友压根不想打这波团队 你发现没有 对 注意一下叔叔 其实沙皇跟后面的轮子妈都被风女大招 然后皇子大招其实都被隔开了 然后后面Dev的碰一个大招 卡拉丁接过去直接就全杀掉了 是的 他一个大招打过去以后 刚好打到一个残血 然后抱到三个人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刚刚闪现过墙的布隆 那过来之后呢 他真的是闪现过去 然后一丝血 你是那个两块钱人民币还是几块钱人民币 就这样 反正过去以后直接一屁股坐死 然后这个时候卡拉丁手里还有什么技能 我们来数一下 有一个Q 有一个W 有个E 三个情形都在 直接全都收掉了 对 而且ED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来的团战的实力确实是非常的强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黑点的 这场比赛其实是演绎了他们精彩的团战 是的 最后一波也是通过小胖跟Dev的很好的一个配合时拿下来比赛 没错 比较突然吧 他们拿到了这样一个阵容是存在合理性的完美团战 结果被他们打出来了 那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Dev他们真的是很喜欢打努努金克斯啊 是的 上赛季也是有这种表现 这个赛季依然是一样 换了AD 但是没有换自己的灵魂 看一下这一场阿波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布置呢 这边现在和队友进行 和整个的队员进行一个交流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看一赛这边可能有一些想法要跟教练沟通一下 但还是把他的尸子狗搬掉了 这个确实是因赛克的 真是说最具杀伤力的一个武器了 对 我觉得他们搬掉这个狮子狗的原因就是 不希望让黄族的因赛克承担一个那种能够开团开到你C位的机会 对 有狮子狗的因赛克跟没有狮子狗的因赛克还是 或者说有狮子狗的黄族跟没有狮子狗的黄族还是差的比较大 是的 有狮子狗以后就感觉黄族会拿到自己最善用的一套体系 就即便在去年很巅峰情况下的一个黄族他们也是很依赖黄这个 狮子狗这个点的 是的 很依赖因赛克在整个比赛当中节奏的一个带动 他对于狮子狗这个英雄理解真的是太多手了 难道会不搬发掘机吗 我觉得还是要办一下的吧 常常用挖掘机还是用的比较不错的 但是留到这一手的话 如果对方先抢挖掘机的话 自己这边 哦 自己这里还有个蓝博在啊 coro蓝博用的多 但是可乐 主要是可乐 哦 还有海辣丁 我觉得还是可乐蓝博的问题 如果这里拿皇子加蓝博就太完美了 这个这种 看可乐有没有把蓝博练起来 我觉得看到这个样子可能是不想拿蓝博 反正要封女家皇子 哎 蓝博这个英雄真的是 其实每一个队的上端都要对这个英雄要很熟练的掌握 是的 这 如果你拿封女家皇子的话 一滴记这里就直接拿个纳尔 嗯 你说对不对 你敢拿皇子那什么 我这边拿个纳尔 哎 你在这边要抢一个瞎子吗 哇 这个是给场场用皇子 我好自信啊 给场场用什么皇子吧 一滴都拿了 哦 就是 就是在这么多场比赛里面 我第一次发现瞎子的优先度居然大于皇子 对 但是一滴记这里上单可以拿皇子啊 这我只能说只有因赛做到了 是的 只有因赛敢这样做 哎 我觉得这把是故意放出很多的英雄 让你来一个选择 对 一滴记现在上单的选择 全在 皇子纳尔兰博 皇子纳尔兰博想拿谁拿谁 你说实话 娃尔兰兰博不好 我觉得配纳尔的话 因为娃尔兰他其实不能够承担一个肉的作用 如果配合纳尔的话 可能 整个阵容的前排 厚度会比较的够一些 对 纳尔加沙皇就太棒了 这个组合 这个阵容让一滴记拿的也太嗨了吧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完美啊 那这里会不会拿一个上单皇子呢 那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吧 我觉得可以拿小于人的 看一下这个阵 这个阵容 但是你要注意辅助跟打野 是很难配合到小于人的点 这两个英雄不是小于人希望的那种 保护自己的队友 对 这两个英雄拿出来 就感觉皇族前两手拿的偏软了 如果换成皇子的话 我觉得要好很多 但是一塞尔既然是对下一个英雄自信 也是没办法 哎呦 可乐要用黄 要用兰博了 要用兰博了 总算用了 这个英雄确实可乐 包括皇族战队都比较少用 是的 这边可乐就用去练出来 但是这个EZ 这阵容 这个阵容偏软 好软 太软了 太软了 这个阵容 感觉中单小于人肯定是 你中单又拿个轮子妈 你拿个小于人你拿 怕死了 对 对 这个没人 现在中单的选择其实就几个 偏poke的英雄了 但是沙皇跟泽拉斯已经没有了 对 想想现在的中单 哎 滑板鞋 魔蛇之忧你觉得怎么样 哎 其实 EZ加蛇女 真是个好的 你觉得面对对方这种 这种阵容其实 有一点点的机会 什么 但是 安妮 安妮拿到了 拿到安妮了 你这些小心一点 这种强开好 好厉害 这个是什么 中单EZ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中单EZ 这场比赛 一面非常的小 感觉蛇女会好一些 蛇女跟EZ造成 没爆发 如果你这里中中拿个EZ的话 你告诉我 你靠什么去跟人家打一波 人家一波过来 啪啪啪 你这里死光了 你这里 对方掉了一次血 对方纳尔跟 纳尔的一个前排 配合 轮子妈的一个冲脸 怎么看EZ跟飞机都打不死 对方的这种坎坷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团战 确定了 真的是中单EZ 这个 老子今天这个阵容选 选的 你刚才是不是 一度怀疑是中单飞机 一度怀疑人生 这个还是不太可能 中单飞机太少见了 脑子里面过了一下 就在想 有没有过中单飞机的比赛 是吗 CPA的BB 当时在打中单的时候 用过飞机 输得很惨 不管怎么说 黄度的阵容已经是确立了 但是这个阵容 在我们看来是稍微有点欠缺爆发的 是的 就很难 就没有爆发 我记得在这个赛地当中 有一把尾神的中单EZ 是对抗了卡萨迪 结果他在17分钟的时候 12分钟做了一个减C地鞋加水滴 很逗的 错了 12分钟是水滴加两多篮 17分钟才是减C地鞋 就没伤害啊 对 就害怕 就害怕没伤害 因为中单EZ真的如果线上不压刀的话 或者是不单杀的话 真的很难在中期有伤害 是的 所以说这边要看一下玉米的中单EZ 只要因为他敢拿 所以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好的 网绘塔双方星人都已经准备游戏 黄组拿了一个破釜沉舟的阵容 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 好的 比赛已经开始 来看一下这篇中单EZ的一个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拿出了一个双AD阵容 独单EZ的压脆PG吗 黄组在有一个BOR里面印象挺深的 也是第二场拿了虚红之眼加NOC 反正他们对于这场的 这场BOR的想法就是我拼一枪 我拿一个必要非主流的阵容 说不定有点奇效 拼一枪 是是是 不要这么敷衍 对 对 说的对 说的有道理吧 我觉得刚才这一波分析呢是很好的通过选手的心理 以及教练对于这场比赛的每一个细节把控 是拿出了这样一套阵容 这样是你满意了吧 那你觉得这场黄族胜算如何 我觉得黄族的胜算我们要通过几个点来分析 那么首先中路EZ缺乏爆发 下路飞机缺乏后期能力 我不想再说下去 你再说下去 我保证不打死你 不是现在有一个重点啊 就是中路一个EZ真的是像米勒说的一样 如果线上没有打出优势的话 那 他跟就是沙皇同等装备 沙皇的输出大概是他的三倍 对 重点是在于这个阵容你是打不了团的 是的 你告诉我你怎么和对面这个阵容打团 安尼 纳尔 挖掘机 沙皇家 轮子妈 每一个点都是为打团而生 而你这里每一个点都是为路人而生 这怎么打 主攻 我有一技 哦 快快成来 可破敌阵 快快成来 就是这盘玉米线上单杀对方三次 这个说实话真的是很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那这盘EZ除非线上有很大很大优势 要不然中期真的很难打 或者是EZ靠游走来打 游走EZ你别闹 除非就是中路刮个大招什么的 不过还好沙皇激动性也不强 对 看下这盘玉米主要看中单吧 这盘毫无疑问 EZ是一个 这是 Koro将会保持这个记录 估计到结束 1分17秒太难破了 这盘看看安妮这边跟轮子妈的一个线上组合 其实这两个人看起来很凶 但是两个人其实手都偏短 你居然说一个650射程的安妮手短 有说她的控制技能吗 是的 两边互相偷偷钱 所以你要想通过控制打到对方的话 对方的盾跟飞机的Q技能也同样能打到你 换血你不一定能换得赢对方 上路的话蓝薄这里也是开启烧烤模式 把扣直接烤红了 烤熟了要变大 用W骚扰一下蓝薄的补刀 可能这边蓝薄补刀细节做得不错呀 练起来了 这不可以不说呀 刚才蓝薄这个补刀的细节做得很好 这不像是一个不会用蓝薄的人玩的 不过Dev在这边漏刀有点严重 他两边打野的思路吧 都是选择很强势的先把双MAP先拿了 然后再选择回家 是的 两边打野确实英雄都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Zero这里要赚一点小钱 线上的话HYY跟Zero这个组合应该是要强势一些 对 而且线上说的话HYY打的蛮好的 对 他是一个线上打的不错的选手 但是这一下伤害还是打的 没有配合好主要是 对打的风景有点痛 这个就是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忽略 你要是打我辅助的话 我飞机必须要打到你 要不然你的换血肯定是亏的 1-2这边双BUFF过来 刚好被狼魂看到了 这一下有点气 这个其实三郎的这个承接效果 跟F的承接效果确实确实很有用 这边MACO是被打了一套 不过影响不是很大 对 自己还有一些的血药饼干 但现在的话就感觉他们下落这个组合 如果杀疯女的话那其实还蛮快的 哦 因为三亚烧马之后一直是在对方野区晃悠 但是一直在被这个三郎这个魂看到啊 然后厂长也是不停的在聘信号 这就是强行的去把你这蛤蟆打了 现在显得很不开心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干扰厂长长的发育 可乐之波处理的不错 但是编大的效果要注意下可乐的收缩 红温了赶紧跑 可乐之波可能又要被单杀了 哎呀 大事不好了 可乐这里又杀了 哎这个 这个可乐 因为盲村绕后了 对 他是觉得交闪线也跑不掉了 也跑不掉了 但是不得不说这波可乐的这个蓝薄 不是 你为什么要和一个马上红温的蓝薄拼呢 你拼不过的 纳尔的一套技能已经打完了 这个时候你一个近战纳尔 你跟一个机械攻敌来较量 机械攻敌 看起来就很硬的感觉啊 是啊关键是他红温以后 这个伤害是你 就无法计算的 扣了今天的上单的表现 感觉真的是我们夸谁谁爆炸 请把门子去掉 这个也没办法 把这里挡掉 今天的表现 有点迷 这个没有道理啊 就是 纳尔费兰博献上单杀 很很不讲道理 我跟费姐啊 对 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蓝薄出了一个护臂 这个 可我面对这个大护臂的这个蓝薄 真的是要爆头鼠窜了 天呐 这个护臂出的 这护臂过一会就无敌了呀 对呀 不过还好这个 那这个英雄其实你肯定是压不死 这个英雄你不压着已经是你的万幸了 你想反压我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你不压着就算输啊 就好像就有条祖训出门不减着钱算丢啊 谁说的是你们炎家祖训吗 不不不听说是 这个钱家的 因为姓钱嘛 乱讲 其实这盘蓝薄的发育还是挺关键的 因为黄渡这个阵容看起来中期靠飞机看蓝薄了 对 如果说蓝薄有一些装备的话 黄渡这个阵容还是能往中后期拖一拖的 是的就是有拖的资本 但是中后期打不打的过是另外一回事 选了一个很迷的阵容 但是也是有一个很迷的开局 线上居然蓝薄单上了纳尔一次 这个在线 这个说 这个就要说了 这不在教练的计算方面之内 这边刚好控告 浪费了buff 浪费了时间 还没有拿到钱 最关键是被对方给看到了 对 你赛这一波的运气不太好 实运不佳 嗯 我觉得他第一波的绕后还是比较有效果 虽然没混到助攻 但是自己的出现已经让纳尔放弃抵抗了 现在应该跟厂长还是没有 没有一个人 哎 蓝薄传下了 这边有大招 今天很漂亮 吹起来 这招又闪现 这个大招放得很完美 但是在这里看看 有没有机会逃脱 蓝薄这边在 这边打的人不是一个啊 这是在干啥 被迫交一个治疗 还好可乐 你反身 两个人 还有一些闪现过来 冲起两个 再由这边 只能孤军奋战 但还好可乐 这边伤害 真的很难又变红了 直接连靠两个人 还要打 尝尝你想清楚点 他是有狐屁的 一个蓝薄打了一个三伤 哇 这个可乐 我告诉你米勒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 从上周的比赛开始 告诉我 说可乐不会有蓝薄 现在他4-0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要检查一下他的机器 请现在的裁判组 进入到这个 王族的背后 检查一下 可乐这一环的蓝薄 到底是 怎么打的 这个 不客气 不客气 这一波下路 蓝薄的思路很好 就是你压钱压了这么多 刚好有个眼 我有六级 下路是打仗了对方的双招 还杀了三个 我只能说这个场长 把他当成了一个发育一般的蓝薄 他没有看他的装备跟等级 其实场长这个时候 五级过蓝发 这些是很无敌的 可以一杯三的 这我觉得我无敌啊 对 但是没想到遭一个 就是恨的怕 那话怎么说 恨的怕愣的 软的怕硬的 对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对吧 这个可乐完全就是不要命的 但是我觉得刚才不要命的是厂长啊 这招没太好了 对 这个蓝薄过去 厂长发现打不动 你打他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 结果一看 蓝薄的护甲已经达到了90 哦 这可乐的现象怎么玩 哇 黄族取得了一个梦幻男男的猜急 但是你发现他们的 经济并没有领先 因为补刀上的一些问题吧 周路选了个EZ 然后被压了 被压刀压得挺凶的 其实EZ被压刀很少见的 因为EZ 他是一个基本线上 不太会丢刀的英雄 这只能说小胖的 这两盘的线上基本功势 做的要比玉米好一些 是的 可乐这个蓝薄 让人刮目相看 这个蓝薄 现在有点爆炸 就首先单杀就很长士气 下路收三个头 对 大毛啊 这个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是的 看这番蓝薄能不能carry起来 他现在确实要做一些的 很给力的中期的装备 他中期装备做起来以后 一定要尽快的寻找对方 做一个 做一个交战 如果不做交战的话 很有可能会打到后期盘前 蓝薄的作用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是的 盲森这时候又来蹲自己的强势 EZ这一点我就是 最喜欢了 觉得比较的好 对 像米勒一样 我就死帮优势路 这个其实是打野我觉得最简单 最粗暴最有效果的一种办法 看看可乐这边没有大招了 没有大招了 这边摸眼 R闪 哇 太漂亮了 可乐这边要交一个闪现逃命 但是二段的Q过来 扛塔 哇 这波没有配合 这波其实老是说没有配合 因为 没没没 老是说R闪不思了 还可以 那个R闪 他没有往回 稍微有点点歪 这波我觉得其实最壮的就是 哎呦呦呦呦呦 这里有点危险啊 就因赛 他想往后撤一下 让可乐去扛塔 但是可乐上的不果断 没有把塔给扛住了 哎呀 这波很可惜 本来是可以让上路 那持续爆炸的 对 这一波如果上去 是兰博扛塔 对 然后芒僧进塔杀掉 芒僧走 兰博极限扛塔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 他已经有意识的在往后拉了 但是 很可惜这个塔并没有打 哦 挖雪机飞到下路 但是上路的 只是为了轻易 中路的塔也被推掉了 这EZ选出来 实在是没什么太好的效果 有EZ在中路面对一个 翠皮机 10分钟被 推塔了 我的天哪 这个有点不太科学啊 因为EZ在做一个中单 他的大招其实 手塔还算是比较给力的 而且大招比较快啊 他有蓝Buff 可以一直用Q 对 这样的话 其实黄珠选到中单这个点 我倒感觉 如果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 其实现在黄珠胜算是比较高的 对 但现在的话 中单的EZ 究竟能不能够在中心发挥出 应该有的效果 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可以说 是的 再加一下蓝 长长这个上路是一个什么阵啊 北斗七星阵还是什么阵 连了一排 一字长蛇阵 黄子这边过来了 但是被对方好像是拼到了 这边的嗅觉很敏锐 在一直在拼草丛 DAV肯定也是猜测到了 黄子 这个长长已经 这个虾子已经过来了 但下路这里 你看在补到的基本功上面 DAV做的还比较不比较不错 这个利用这个影子 打眼确实也是沙皇的一大优势 是的 他完全可以支撑室外 看一下可乐这波回家的装备吧 这波回家怎么说也有一个小面具 面具肯定是有了 但是 但是你有面具以后 要利用下一波传统再去做点事情 对 就感觉他现在如果不持续静带节奏的话 很有可能是经济看上去一样 但是这边有四个人头的经济 都在蓝博身上 但是蓝博并不能够参与到中期 中路和下路的对抗当中 这第二条小龙如果给黄族控到的话 其实黄族把中期的小龙控住 在后期利用这个 五条小龙再利用自己的双AD 还是可以一战的 是的 但现在蓝博要回家了 蓝博要赶紧回去把装备做出来 随时准备我全做 你看这边 黄族的眼位不是真情啊 每个人都带着眼 对 好顺的一盘 全是一盘绿眼 是的 现在黄族还是一个 我觉得他们打的真的很像一个团队 黄族这个队伍现在 打法虽然说比较的稳健 或者说平庸 但是他们打的真的是很像一个team 没有一个特别出色的点 但是每个人配合的都非常不错 蓝博现在确实在上路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但是他补刀也不多 你看这个纳尔就这样 你压我的话 你压不了补刀 这里安妮要点菜草丛了 这边挂一个惩剑Q没中 哎呀 这一Q 一赛 错失良机 而且他没有第一时间交闪 他这一步想的是什么 我摸眼直接把他踢回来 但是发现角度不好 然后挂了一个惩剑Q又没Q到 所以这波就放弃了 如果说直接惩剑然后Q等他闪现 然后再摸眼踢的话 可能会有机会 是的 这样的话 错失了一个机会 那第二条小龙皇族应该是还是没有很好的把握 一阶阶现在的装备很差 为什么突然发酵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 这一波是很有很大的把握 还是没有很大的把握 这确实是啊 没有杀掉人啊 没有杀掉人的话 可以推 可以拿下龙 现在的话就感觉可乐是不是可以赶紧 把装备做回来了 准备下路支援一波 可以回家 来了来了来了 这边下路应该是让他成功 对这一波能不能抓住一个机会 轮子妈的走位 在这里被看到了 看到这么多人只能是先回线上 利用传送等会再说 其实这一波是有机会的 只能说 因为现在安妮也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的安妮团战的时候 作用并不是很大 如果这个时候能利用 兰博的这个经济优势 或者说他的英雄优势 控一下龙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还是想做一个下路干涉 但下路这里已经明显被发现了呀 对 他们就是想拿下路的人头 然后顺势推龙 顺势拿龙 但这个战术说实话 简单粗暴 比较难实现 我觉得 简单粗暴 然后Ede是很清楚的 知道你在哪了 尝尝你在下路 攻后多时了 而且刚才你这一波 已经来过一次了 对吧 对 圣斗士怎么能死在 同一招数下两次呢 尝尝就在下路 我也不走了 尝尝那边青野术真的多啊 比尹萨多了30个野怪 是的 这边是69个普刀 对 装备也是必要的不错了 嗯 其实挖掘机这个英雄 真的是很需要装备 因为他就是一个突进人群里面 做的伤害 他主要需要低腱肉装 如果低腱装备 肉装出的够早的话 他的作战能力中期很强 没错 因为他前期是很强 但是他中期的话 有一点点脆 需要一个肉装 来补充他的生存能力 哦 挖掘机这里的话 也是过来 随时准备打小龙 对 这边有一个真眼 这个眼也要给戴伏特 贴心的保护 因为戴伏特的装备倒不是很好 嗯 这个三项的飞机这时候的 伤害可是要比戴伙特高很多的 你这里如果真的打起团的话 这里想开想开 这边要开一赛了 直接运作大招是一个后手 这样的话 一赛直接被秒掉 蓝博赶过来 大招放的比较一般 一滴一要往后撤了 大招挂到小胖 小胖被打成残血 中单11级的EZ来了 双buff的1点 双buff的1点很强 我要Q你能被Devd挡住了 但是还没继续追 不过他现在要注意一下安妮 安妮现在在侧翼 但安妮现在已经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了 所以没人怕 长长这边想过来留人 招了一个闪现 没有打起来 但是QR现在都行不错 要长长这一波把自己给卖了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QR的怒气 闪现过来派到两个人 接上安妮一个阴住 漂亮配合沙皇跟轮子妈的输手 瞬间秒掉两个人 那这一波是做了一个一换二 这一波抠肉是立功了 对 这一个闪现的大招非常的果断 让EZ是没有交出技能逃跑 而且这一边的话 小龙也是要被EDG收入囊中了 这EZ现在中单打EZ 我发现都是一个蓝EZ 还更多的是打一个软的输出 主要是没空啊 这个阵容 现在两边是各拿一条小龙 而且感觉蓝波刚才那个大招 放的一般 放的很一般 那个大招 基本上没有人受到太多的伤害 如果能够再忍一手 等对方追击的时候 把大招放出来的话 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了 关系长长刚那波有一点点的凶啊 不过还好抠肉是及时的补位成功 抠肉这波怒气控制的也是比较不错 是的 这样的话 这蓝波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蓝波虽然现在装备依然很好 这个蓝波还要出一个抖横啊 这要出深渊吗 这个出装有点没道理 这要出深渊吗 这个装备 这个其实是挺没道理的 因为对方的AP的伤害也并不是很高 他可能只是为了增高自己的一个三川嘛 就仅仅为了三川来出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对线的话 其实你先出860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反正他已经出了 有钱 任性 他招命真的是很好 但是他出了太多的散剑 是的 就这个散剑的效果呢 可以说在15分钟的时候 他刚才那个护臂加法穿鞋加面具是很典型的 但是没有必要再出散剑了 对 这个时候你要攒一些大剑了 你攒个大棒什么的 对 我能攒个大棒的话就太好了 是的 可现在线上也是感受到了压力 厂长在这边的一个动作 好像是被那个睁眼有所看到吧 上路这里人很多 可乐这里也是比较稳妥的在补刀 对 现在随时想越塔杀 但是可乐这个装备 如果能够在死前放出大招的话 是非常可怕的 我尝尝过去 也没看到那个针 回头看到了 那针也清掉 这边的话也是发现对方在清金眼 这里比较安全了 把这波兵吃了 可以回家了 但是那儿 现在一个Q给到了 马上变大 一个大招推在墙上 可乐这边不信邪 就是不交闪 因为有队友 一点一个大招刮空了 但是可乐反水 这个大招起到的效果也一般 非常一般 它是搭在了一个挖掘机身上 而且可是有一个E技能逃生的 现在沙皇进场 三个杀兵往这一立 马上对面就虚了 哎呀 这一波 反正黄都这个阵容确实是 不管是流人能力 太软了 控制能力 爆发能力 都是相当的匮乏 而且EC这 就感觉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每一波团队刚开始的时候 都不能够在屏幕上发现EC 就感觉少个人 对 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感觉 而且每一次 这个团阵打完的时候 他现在都有双Buff 说实话 EC这个英雄打中 但是很考验你的技巧的 或者说那种参战的感觉的 很有可能就感觉 这里少个人 但是也有可能做出一波 很秀的放风阵的操作 是的 这个你别看简单 但是其实里面 还是很难用到好的 对 越简单的东西 越难做到极致 对 就是我们在打排队的时候 经常就是敌方EC 我方EC 真的是不一样 好 这边上路的深渊终于做出来了 这个深渊出的确实也是挺早的 20分钟不到 这个装备很吓人了 我觉得如果去一为一的话 就很厉害 很厉害 对 他现在的抗性穿透 我还记得那天有一场比赛 蓝波鱿鱼太肥了吗 我家法春鞋家法春杖 这个穿透相当暴力 是的 他现在他现在穿透已经很夸张了 对 基本上轮子妈安妮这种穿到死了 30的魔抗 是的 认本不够看 哎 这里风景有点危险 不过还好 有一个双MUP的EZ 但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比赛进行了20分钟 但是两边好像 这里其实 打的还是比较飘 对 其实黄族可以拿中路的一塔的 但是这个小胖的沙皇防守非常到位 第一几个人在进攻下塔的时候 仅凭小胖一个人就防守住自己的中一 是的 黄族其实在这个节奏下面显得就非常的被动了 因为EDG他们一直在蝉食着这边黄族的一些的资源 但是黄族现在就非常的难受 在黄族这里的话 可乐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器去多做点事情 不过也不怪他 毕竟一个上单在这个版本里能做的事还是太少了 一个蓝博蓝博这边还是很靠队友的 对 然后现在其他几路 你可以看一下 中路的蓝一贼是 呃 算是成型了吧 他现在还需要把魔咒中变成魔切 你再感觉想7 是的 那蓝博还有传送 黄族这波团战也不还是不打 这个节奏感觉EDG在更新杀黄 特别是杀黄这里如果再有一个中亚之类的道具的话 黄族阵容真的就难打 而且我说实话 这个阵容在打还是对黄族不利 因为在后期的打算能力上面的话 EDG是领先黄族的 主要没控制啊 没控制的话 对方轮挖这种阵容 你很难杀到人的 就感觉从阵容到选手的个人能力来说 都是EDG这里在打后期上更加的具有优势啊 好笑也是这时候EDG的装备稍微有一点点的起色了 EDG现在装备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轻语 特别需要轻语 对方的前排的护甲马上就要堆起来了 有轻语 然后才能够把自己的伤害打出来 好 这个这个诡异的阵容打到现在 还是还是很诡异 还是很诡异 没有看出太好的效果 特别是EDG这个点选的 没有看出他应有的效果 嗯至少EDG的发育还是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还是挺容易偷发育的一拳 你在这边持续的作炎 1G这边也不着急 还有20秒小龙刷新 这我这里小胖直接是做了一个帽子 根本就没有考虑中亚这些刀具 是的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伤害是最重要的 太凶惨了 这个伤害很可怕了 那这一波的话可能是可乐的人生巅峰的一波了 这个装备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领先的 三川 三川在手 EDG这一波开的很果断 杀兵过来配合 场场打 感觉黄鼓没有想到啊 这个龙丢的 这个龙丢的是兰博很郁闷 是的 兰博最强的两波浪费了 对 因为兰博现在很希望 小龙刷新了 我感觉有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而且ED现在很 连他直接推下路去了 Div在这边很聪明 这边的话是一塔换二塔呀 还不回这边是 黄族可以继续推 对黄族继续推是选的很聪明的 在这边去推一个杀兵的防守 应该是有机会防住的 感觉一赛要开 毕竟这个杀兵杀黄还是没有中亚的 现在Div怎么说应该要回家了吧 赶紧回 再不回下路高地塔 看一下Div已经要带到高地了 纳尔这边是在断后吗 传送 传送保平安 这一波其实对于黄族大招还可以啊 你传送正面打呀 两塔换一塔 看看这边怎么说 最主要是对面上单传送 这边直接开打了 要抓这个Div的呀 Div的这个位置很危险 Div过来直接开了大招 蓝末大招没有放 一代一代打得过吗 没打过 挂上点燃也打不过 蓝末大招还没有放出来 直接闪闪大招三个人 W接上 可乐这里的大招还是捏在手上 哇他这一波如果说能够 EZ配合好的话 应该是可以秒到这个伦斯拉的 但是他选择去正面支援 哇这个选择太错误了 太错误了 那这一波的话 就是完完全全的 EDG的一个优势了 Div在这边太轻松了 下路杀了一个 推了一个塔 又白送一个EZ 对 还拿了个buff 这一波EZ是很有可能换掉Div的 但是 就差蓝末一点点伤害 包括这里可能EZ 自己的操作出现了一些失误吧 对 没有把伤害打到极致 感觉没有躲掉对方关键的Q技能 两段Q都打到了 对 两边的英雄其实对拼起来 躲Q是很关键的 因为Q都是作为两边AD的主要输出技能 没错 这边投一下撞墙了 那EDG这里打折打折 又把自己的整个局打成了一个优势 而且好像 让人感觉到 蓝朴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状态 是的 这一盘可乐真的是发挥 发育都很好 对 反而是Coro刚才的几波大招 都是给的很漂亮 这两波大招是力挽狂澜 是的 还是抗压能抗得住 现在虽然单杀了 但是我又纳尔 不要担心 总是能起到自己的效果 那我打到中后期的话 我肯定是比较OK的 现在双抗也起来了 现在这个纳尔的作用 可就不输蓝博了 蓝博已经是过了自己比较强势的时间 但是蓝博这里是把面具 升级成了大面具 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对方现在是不会和你在 狭小地形来打一波团的 他现在需要的还是一个中亚 因为黄族这个阵容是很需要一个中亚 帮他们的AD拖延一些时间的 没错 现在蓝博 蓝博这个英雄 已经25分钟了 但是他拿四个人头之后 这几波团战都是没有大招 很好的一个表现 对 尤其刚才那一波大招都没有放 是的 现在可乐自己也是比较着急 他自己一身装备真的是有力使不出 嗯 EZ的话双Muff 这一是假的吧 怎么感觉他一直有双Muff 应该是假的 对 现在是有现在是有红了 对 这边我倒感觉这个阵容有点意思 但是把飞机反而更多的偏向于AP 对吧 对 就AD的话反而是EZ 这两个英雄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ED的搭档 对 就两个人的输出都是挺混合的 是的 你不能单纯的去追AD的这个物抗或者魔抗 没错 现在上路ED发大招来清兵 经济落后4500 嗯 经济落后并没有很多 但是ED这条 这个龙已经控的比较死了 看下一条龙的话 黄队也没有起色 好 刚才这里的话 场场是通过盾地 感受到了这边是有人经过 嗯 这个 这个技能真的是挺bug的 对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传说里的顺风耳 他在地下都土行孙啊这是 可以感受到大地的律动 仿佛对方对方有千军万马来吸引 其实因为固体比气体传导声音更快了 哈哈哈哈 说的有点 然后然后这个西红顿地兽突然间跳出来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我就说有功能不行吗 不行吗啊 有点声音 哈哈哈哈 现在ED是在找一些机会的 他们现在 局面上是有一些的优势 哎 在这个下路你看呀 纳尔在那里带线 你一个盲色后继手 纳尔也不理你 你一手好嘞 哎 这一盘小胖这个出装有点意思啊 很早的出了一个女药 对 他这个装备出的是比较好玩 那不如你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女药的作用 这个我只能说他现在觉得对方的AP伤害非常高了 这个没有其他的道理啊 因为 亚人道理来说都是 双AD这种你跟我说对方的AP伤害非常的高 不不不不 现在还是以AP伤害为主 是为主啊 但是如果你是以AP伤害为主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升级女药 反正他就是为了藏住对方的AP伤害 这个反正能够打 挡到一个技能 对啊 升点魔抗嘛 其实现在蓝薄包括飞机的输出都是很高的 这两个家伙的穿透其实很高 不撑一个女药的话 有一点点头 这里安妮 身上的闪现 已经是没有机会用 场场这盘倒是打的比较的安稳 一直是在刷134刀 好 这一这场场场上F4刷美了 没有了 F4都是我的 对 全是我的 都别跟我讲 刷完这一套又去刷石头人 你看这 开心 还好我们队没有尾神 F4全是我的 不过刚才也说过了嘛 就挖绘机这个英雄 他是很需要装备来打来carry 对 所以说他一定要就是 对方是个盲僧 越到后期我越强 越到后期他越弱 我才不和他打呢 对吧 是的 这场场是装备刷的真的是快呀 而且场场的刷兵都是套路刷兵 就哪里刷的 我第一时间过去就只能把所有兵都刷掉 我还有大招呢 端过去嘛对吧 对 这小龙又是直接开 啊 一地今天这个小龙扣呢真的是 这场场不黑不吹这几条小龙扣呢是可死的 可乐又是贼气 哎呀这种神装的 蓝波已经是15分钟了 有力使不出啊 安稳这边大招 大了个谁 大了个一 这波大了并不好 蓝波大招分割了一下战场 一下也是残血 伤害 一阶根飞机的伤害不错 但是打到两个人 直接要找对方的飞机 还有一阶根飞机比较灵活 但是一个石头已经砸死了蓝波 一个终结的琴 这蓝波 双Buff的一力要死了 糟糕 这边伦德玛拿到一个双杀之后 一致歪歪又中了一个石头 英塞尔这边残血还不走 尝尝过来了 你不走 我来 闪现逼到一个摸点W 但是这边对方有深蓝惩戒啊 这个漂亮 这样的话 怎么办 又要一波了 哇 大事不好 这一波一第一 这两盘打的 有点莫名 突然本来经济优势不大 但是有个飞机带 不能被一波 不能 并不能 这一波 黄祖还是艰难的守住了 这一波 我觉得黄祖打的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 Coro这个大招又离弓了 Coro这一把大招 连续三个大招了 对 放的都非常的漂亮 其实安妮一个闪现的开团 只是起到了一个开团的效果 但是他技能放的并不好 只是大到了对方的一个 而且一定是一走了 而且你看看安妮这个出装啊 这么早的时候就直接做了一个军团盾 对 哎 这边逮到了一个安妮 哎呦 安妮这波 肯定是 有耳来的 有耳来 有闪现 有这个默眼回旋梯 同队这时候不乐意了 我要救我队友 我给了个治疗 这边这个感觉真的是像 像那个啥一样 吃了什么 看看这边三段没有打出来 Coro还差一个回旋 还差一个回旋 打了一下 没有 漂亮 哇 这一波真的是 我摸眼回旋梯都用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这个伤害只能说太太缺少了 然后这个时候 一滴气果断开始打大龙 哇 这个阿瑟还在下路呢 而且现在这一滴气 打不过这个阿瑟 对 现在阿瑟在下路 把一滴打成了一个残血 啊不对 还好还好 还有残血 这一滴气直接三人 强势打龙 哎 风女来了 哎 这个大招这个大招 这蓝波大招放的还是挺挺 哎就是要打 我们发现 一滴气势里很果断 但是 因为知道地方黄祖不在 阿瑟在这里 照理一下 哎呦 上路打着这一滴气 糟糕 下路的一滴气也被单杀 下路高地被破又怎样 这个龙没了 下子慢了一点 啊龙也没了 高地也被破了 那就真的出大事了 什么都没捞着 一滴气这一波 人 塔 龙 全收 这个实在太伤了呀 攻速很快 百分之四成减cd 这个戳起水晶来 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好家伙 这个阿瑟 他这个出装有点意思 我只能说 对 说实话 黄祖这个感觉 你觉得 就气死了 我告诉你 这把真的打得气死了 感觉现在黄祖的 这个真的是面对这种强队 始终欠缺点什么东西 我也说不好 因为这两盘就输得很莫名 你看 前期 打得很激烈 然后中期有一点点劣势 但是突然就被一波 打得不要不要的 对 刚上一盘 一波直接基地推没了 这一波就是 直接破两路 对破两路 而且拿着大龙 这和破基地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就感觉到 浓浓的恶意 就不知道黄祖现在问题 他们 挺大的 还是 还是要等纳米服输 我觉得 你这个人真的是黑啊 这个真的是 欠缺点什么 就感觉欠缺冠军拼图的最后一块 是是是是是 说的有点 有点 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鬼掌 上路防御塔被破 其他两路 哎 这边也很直接 我要和你准备打团 然后这个时候 皇族仰天长效 你们早干嘛去了 你现在抢 你跟我打团了 我蓝伯已经没有装备了 我蓝伯十分钟前这个装备 现在还是这个装备 现在想我打团 什么意思啊 大墨之后回家要买出一钩 看下也需控制 法川帽 他这个时候有法川帽 我就把咸气吃了 有个860我就满足了 是了 但这里的话有个大炮车在这里慢慢打 有没有那个什么 耗力之心 没有 没有 冲团 吃了个鸟盾 大炮车即便没有耗力之心 我觉得还是很凶惨 是的 那上路的高地的话 即将不忙 现在一定倒痒呀 直接在空中 坐了一个过山车 落地就死 这边一赛还想救一赛 自己也送出新秘 带伍特开启大招以后 狂追蓝伯不持 蓝伯大招依然是捏在手上 而不放 放出了大招 只是封住了纳尔的退路 纳尔又变大了一个大招 把蓝伯推了回来 这一波感觉蓝伯是 简直是死不瞑目啊 可乐这场比赛4-0的开局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 失利的恶果 我们恭喜DG2-0 好的 我们恭喜DG2-0 获得了我们比赛的胜利 那么再一次全取三分 大获全胜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各种逆转翻盘的胶着局面 还有一天之内两次武杀的经典瞬间 相信都给玩家朋友们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到此呢 我们本周的赛程也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瘾呢 下周呢精彩还会延续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周五的赛程预告 下周五十三点到十五点 会为大家带来 异地级对阵M3的比赛 十五点到十七点是 WE对阵EP 十七点到十九点是 老干爹对阵IG 那么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是皇族对阵威技 好的 那么在本周呢 我们所有的战队 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平日里努力训练的成果 那么希望他们在下周呢 能打出自己更满意的状态来 就让我们在下周五的 下午一点钟 在2015英赛M3联赛 春季赛的舞台 不见不散吧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